来到的是王晓宇老师 王晓宇老师是资深建筑房地产专家 出身建筑专建筑士甲 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工程专业NBA 历任上海甲级综合设计院工程师 上海房地产公司设计与工程经理 香港上市房地产公司集团工程总经理 及城市公司总经理等 曾经主持开发建设大型城市综合体 高端住宅和别墅项目 三甲医院等 曾经获得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先进个人表彰 我们欢迎王晓宇老师 各位朋友上午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呢是阅读上海的近代优秀的设计人工程总经理 在讲那个上海近代优秀建筑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先简单讲一下那个上海近代发生的一些主要的事情 帮助大家一些后面的事情 在1840年到1842年呢 发生了第一次压变战争 那个第一次压变战争的时候 当时清政府伤亡了两万多人 他一共拍了七万多人 英国人拍了两万多人 死了五百多人 这一次战争就是冷武器和热武器的比拼 结果是惨败 那么这一次战争的结果 开创了中国的近代史 1843年上海开户 那么就开始有租建了 1845年的时候 就上海有了第一块租建 有八百多亩 后来变成两百 两千八百多亩 那么在1856年到1860年呢 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压变战争 那么整个包括九龙啊 都各给了英国 随着第二次压变战争结束 第二次压变战争是吧 那个火烧原理源 那么清政府也是通定时痛啊 那个开始了三十多年的这个洋务运动 当时的口号是 施宜长寂以至宜 也是推动了中国的民主 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那个年代跟上海有关的呢 还有几个事情 一个呢 小道会骑 一个呢 是太平天国的那个骑 那么中间呢 有几次太平天国的那个 那个李秋成啊 都冰封直至上海 准备攻打上海 那么战乱呢 就造成了这个租界 是一个避风港 那么从1953年 有500华人 最初的时候啊 租界是华人和洋人是分开的 不是随便能够聚在一起的 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 没有办法管 那么1960年变成了30万人 62年变成了50万人 那么随着这个大量的人口涌入啊 那么就变成了需要住的房子 减屋 就大量的开始开始开始制作啊 那么利润也很高 因为很多江浙一带的有钱人 都是保密跑到这个地方来 那个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1894年 这个中日的甲午海战 对吧 因为当年的话 应该在中国的话呢 是中国的海军的力量 和日本应该相上下 是吧 但是呢 中国类似战争 大家都知道 也是惨败 造成了1894年的乌西变化 我们的直变化 也是失败的 失败以后 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 当年是袁世凯 那个做总统 清帝退位 从1812年到1927年 1927年是北洋军 北华军攻下上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这个中间的话 大家还关注一点 在1814年的时候 整个世界上也发生了 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这个是当年近代的一个 一个历史的一些背景 上海是当年的亚洲金融中心 那么外滩就是 这个金融中心的中心 那么从今天我讲的历史建筑 先从外滩建筑 历史建筑群开始讲 大家看一下 这栋楼就是位于延安路 靠近东山东路 外滩一号 这栋楼是亚西亚大楼 建于1916年 是英国建的 这个亚西亚这个名字 是因为露出在里面的英国峭牌 可能大家对峭牌公司都知道 跟美国美孚公司是一样的 都是国际的大的石油公司 那么当年 他们亚西亚的火油公司 就露出在这个里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建筑的形式 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 为什么说它是标准的 大家可以看 上 中 下 三段式的分 最下面是深色的石头 用宽分 中间来细分 上面分会更小一点 然后你看 它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角杂 两个面都能看到 但是单单从一个面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 两边分是对称式的 是吧 那么也是三段式 非常装重点 这个是这种建筑的两个细部 包括门口 门口包括那个上面 刚才讲的那个建筑中间的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那个柱子 这个大家以后走在那个外滩啊 包括很多那个古典建筑的 之前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 它这个柱子啊 上面带点卷 这种柱子是整个外滩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柱子 叫爱奥尼柱子 这种柱子呢 来源于古希腊和古代雅底 古罗马 他们这种柱子呢 上面带个卷呢 偏女性化一点 但是也非常美丽啊 这个所以典养用得非常多 外滩二号 外滩二号 那个也称为上海总会 是巴洛克风格的一个建筑 以前可能有朋友在那边也吃过饭 那个地方以前是东风饭店 也是中国第一家肯德基的所在地啊 这栋楼在1911年当时的时候呢 是一个club 这个进去的话都是要有会员的 都是当时的一些大班啊 是吧 这种级别的人在 一般中国人是去不了 那么普通人能够有里面的会员 带进去喝杯茶 吃个饭是觉得非常有面子的一个事情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对吧 三段式的这种划分 而且很多那个外滩的建筑啊 这个古典建筑啊 你看顶上都会有个半圆形的那种塔厅啊 巴洛克风格的 中间也是六根的 埃奥尼的这种立柱 这栋楼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呢 就是远东的第一号长的吧台 110英尺 110英尺有33米多啊 一般你看大家外面看吧台 有个10米20米较过去 远东最最最那个长的一个吧台 外滩三号 有利大楼 是景安二号的 我现在讲的这个次序啊 是顺着整个外滩的南面 往北面 一个往下讲啊 这栋楼是建于1916年 是六层楼的一个建筑 那么这栋建筑 是公和洋行在上海设计的第一个作品 也是上海第一座采用 当框架结构的那个建筑 是当时外滩规模最大 楼层最高 摄像最新 设施最先进的一个建筑 它是你看拐在一个脚上 以这个脚为中心 两边展开 这样的一个对称的形式 那么这一栋建筑啊 是公和洋行建筑室的一个分碑 公和洋行从这一栋楼开始 一共成建了外滩九栋建筑 大家知道啊 外滩现在列为优秀建筑的 一共是有23栋 23栋 它一共占了九栋 那可能觉得还不够多的话 我给大家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这23栋 在1916年以后建成的 其实只有14栋 而且有一栋 还是在1948年建成的 那就意味着 公和洋行在外滩 它进入以后 13栋里面 它设计了九栋建筑 是明福一世的当时的建筑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上面的建筑的细部 这两张是我去现场拍的 我现在给大家重点 还讲一讲公和洋行 因为公和洋行非常致敏 这个洋行原先在香港那边 做一个事务所 大家知道最先洋人到亚洲来 是先通过印度 广州 香港 然后再跑到上海来 那么它这个设计事务所的 原先是在香港 那么后来上海经济比较繁荣 它就把那个分部开到上海来 叫做公和洋行 当年这个主持人是建筑师 乔治·威尔逊 威尔逊他是出生在伦敦的80年 从小也是在英国接受教育 08年到了香港 在他32岁的时候 就到了上海 到上海以后 外滩3号 32岁一炮而红 从而 基本垄断了 这个高端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建筑的设计 那这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个表 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吧 外滩3号 26号 6号 28号 18号 你看从16年往下 最后一栋是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是投资方式 中国人的 三七年以后 大家也知道 抗战开始了 所以盖房子这个东西就告一段落了 紧爱的三号是五号 日清大楼是日本人的 也是六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段式 这个我就不仔细说了 但我这里给大家呢 特别提示一下 当年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框架结构 是比较多的 那么现在大家住房子 不会住在框架结构里面 框架结构最多的用这种公共建筑 办公 是吧 都是用筑梁来进行承载的 除了功能的需要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当年没有电脑进行设计 设计工作是很复杂的 这个计算 大家都知道 当年中国人为了搞那个原子弹 派了一帮人跑到那边打算盘来算 很困难 所以造房子 以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不是像现在 哇 一撒一大片 因为现在电脑计算非常快 把这个程序 数据输进去 哗就出来 铺子就出来了 所以现在建设 这个速度 也是跟这个技术水平的比较 有着密切的一个关系 这栋建筑 很多人看着 是像老外的建筑 但这栋房子 是戈德式的风格 但是老板是中国人 盛宣怀 盛宣怀是杨务派 李鸿章 当年下面搞了很多产业 郑渊环 创办的第一家 商业银行 当时里面的银行的运作 全部按照 西方的标准来进行实施 这栋楼大家看到 现在是涂料的面 但是原先是青砖的 原先是青砖 后来才改成这个样子 7号 大北电报公司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栋楼的话 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 对吧 三段式的这种构造 中间呢 大家可以往下看 有一个像大喷鸟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盘古银行 现在的盘古银行 在的它那个 不是它公司的标志 是泰国的 国会的一个形象 是它那个泰国王室 经常会把这个标志 像勋章一样 讲给一些比较结束的公司 这种楼有点中西河地的味道 招商轮船局 中商轮船局 也是洋务运动以后搞的 建于1901年 大家可以看 1901年左右建的房子 都是外摊相对比较早期的 现存的里面 因为它外摊也是经过 几轮代不停的改建 但是这个也是现存的 比较早期的一种建筑 三层楼 那个是钻粉结构的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些柱丝啊 狼丝啊 山花 其实都是后面修墓的 以前都破坏了 都是造了原来的一些图子啊 那个那个影像的一些一些图案 如果特别是大家可以看 那个山墙上的雕刻啊 这一块还是很精美的 那么当年修复的时候 也有个争论啊 有些人说 是不是像那个前面讲的 那个楼一样 把它刷成那个 那个灰灰的颜色 和整个那个现在的外摊的那个色系一样 但是专家包括帮方面面的 大家集体讨论一下来觉得 还是这种状态 与它说原来的这种面貌 可能大家更容易接受一点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狼饰是吧 下面是塔斯干的 比较简洁啊 上面的方方的顶就是这个纸的 上面就是刚才那种 现在给大家讲的是外摊12号楼 原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啊 现在是汇丰银行 现在是普发银行 这栋楼是整个外摊 最牛的一栋楼啊 整个展开面是最大的一栋楼 一般你看一下啊 那个 体量也非常大 刚才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那个穹顶是这个外摊啊 特别是晚上夜景的时候 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对吧 它也是采用三段式啊 中间也是有几个大柱子 贯通几层的大柱子 下面入口的时候也是搞了几个圆口 那么整个比例关系还是比较匀称的啊 而且这整栋建筑啊 你看它的细部的话 雕饰花文花样都非常丰富 进行当时的工艺和奢华 它这个门口啊 现在有两个狮子 有两个狮子的话呢 不是原来当年那个狮子 现在这个原品两个狮子啊 在那个历史博物馆 就在那个国际饭店的对面 原来的美术美术馆里面 那么这栋楼啊 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冷暖气设备啊 我查了一下资料是夜安的 但是已经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 曾经发生过一次那个泄露啊 就是泄露夜安 这个会有点味道 那么这栋楼建成以后啊 英国人都非常感觉非常满意啊 认为这个是从整个苏伊斯运河啊 到远东白岭海峡最华贵的建筑啊 但是这个豪华大厅是不对华人开放的啊 这个是中国人的悲哀啊 只能从边上的小门进去 有些也只能从小门进去 大家去看一下那个 他的那个穹里 还有他的那个注视 他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啊 最下面那个沟的缝啊 比较粗 现场看的话更明显 中间会稍微细一点 就 显得比较稳重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只有九十年代以后 要么是当年 因为市政府当年转化为普发银行以后啊 是进行重新的装修 后来发现这个顶上啊 这些 壁画 原来是把它用粉刷把它粉起来 后来重新发现把它弄开 非常奢华 啊 中间有几个柱子 围着这个大大穹顶啊 这个底层大厅的时候 有八根柱子 中间有有四根柱子 是整整根石料做的 非常稀有 也是当年从欧洲 原来的这些神庙 这些建筑上面把它拆了把它运过来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十三号楼 十三号楼其实普通人到外滩去的话是最醒目的就是这种楼 因为它会出声啊 别的不会出声啊 它打的那个大钟的那个声音啊 是那个威斯敏斯特的一个声音啊 那么整个这个大钟和那个英国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大分钟啊 红厂的那个大钟啊 都是一样的啊 它们是当年是完全是从国外制作进口过来的 那么它顶上的 但是它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建筑啊 当年它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也是公和洋行的啊 你看啊 整个往上升 立面的这个形式啊 包括柱子啊 前面都是用 圆柱子上去的啊 现在你看都是用壁柱 比较简洁 修饰的条文也少一点 它顶上的处理 是吧 从三层高的一下子往上挺 很简洁的一个一个处理 啊 转向了叫装饰艺术主义 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听得多 叫Art Tech 这个这个现在寿楼处啊 卖房子啊 现在很多建筑都是使用那个Art Tech这种风格 比较简洁一点 很现代 这个 这个是两个以前的 那个海关啊 这个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58年的时候 你看很破的一个小房 后来过些年再改造一下 过些年再改造一下 这个这个盖楼 中国人还是很喜欢的啊 不停的有点钱翻一下 边上那栋楼 交通银行大楼 这栋楼就是最年轻的那栋楼 刚才给大家讲 三星年设计也是一个匈牙利斯设计的 但是因为抗战 18年才完工啊 Art Tech的这个风格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是个屋顶上这种现场 现在新的建筑上使用非常多 过若干年 它又重新时髦一下啊 穿衣服 另外补充一下啊 其实啊 这个外探那边啊 有一栋楼不起眼 就在这栋楼的边上 大家可以看 这里 我看后面那栋楼 在这里 非常 那个现代的一栋楼啊 这是一个办公楼 一个现代的楼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弄进去了 其实整个外探里面 是刚才那栋楼 其实是 不是那个 那个历史保护建筑 是后期做的 整体感觉 我认为 我个人来说 看的不是太理想 但是有这么一栋楼的存在啊 接下去讲15号楼 15号楼很早就建了啊 1902年 大家看一下时间 所以当年建的楼 你看都不是很高 三层楼是吧 喜欢古典主义的 但是这个是 俄国人啊 和中国人 合资的一个银行做的 但是还是非常古典豪华啊 但是 有一点大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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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一下 这栋楼是整个外探第一栋使用这种石材的那个市面 古典式的这种形式来做的这样这样一个楼 那么对后期的建筑我认为还是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16号 现在是招商银行 但是你看这个注资不一样 这栋楼其实比较小 但它注资从下面一直往上升啊 不是中间抠一下 其实整体里面我认为不是太美观 但这栋楼呢 是当年看 名称是叫做台湾银行大楼 但是当年的台湾啊 1923年进攻的啊 也是顶上有那个两边啊 有脚上有八楼块的双塔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一点啊 三段式结构 两头搞双塔啊 这个都是当年的可能流行的一个设计元素 两个几个大理绳在上面顶着 一顶顶了上百年 但是它这个吊树做的还是非常精明 18号你看 麦加利银行 这个麦加利啊 可能当年的一种翻译 现在的翻译就是扎打银行 当年现在就是当年的扎打银行的亚太分部啊 分行就在这里 也是公和洋行设计的 现在呢 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是说餐饮啊 商场啊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三段式是吧 好 讲一下这栋楼 这栋楼 不知道有朋友在那边吃过饭没有 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 南楼 这栋楼也很早建成 1908年建成 你看 是吧 很重视的一些元素 清水白砖的 但这栋楼 它的英文名字叫Pales Hotel 王宫 很有名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啊 当年 1927年 刚才讲了 1927年发生什么事情 国民政府 在南京成立 老大 蒋介石和宋美龄 在这个饭店 订婚的啊 里面 我们现在用的 奥迪斯电梯 美标拮据 在这里面有 最早引入的 现在可能都是 普通的百姓家 都有这些东西 都很平凡 这栋楼 应该大家对外灿 这栋楼的印象 都是比较深刻的 沙峻大厦 和平饭店的北楼 很多拍电影 讲故事 都在这种楼里面 也是公和洋行设计 它最有特点的 就是顶上 那个绿颜色的 这个不是刷 涂料刷的 这个是用纸铜皮 自然氧化形成的 非常高 你看着这个 其实总的 有将近20米高 这个沙峻大厦 顶上那个 是当年建筑界 比较流行的元素 那个在晚上 现在这个灯光打好以后 还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它里面建的是 华帽饭店 从它建成以后 其实它北面 刚才讲的 它南面 它的南楼那一块 饭店生意就差了 到这里来了 这里更加豪华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里面的一个景观 奢华物 就放在 我特地给大家 放了一块 你看两个狗的铁 都像什么 大闹天宫里 那个阿郎神的孝铁铁 像不像 这个是沙峻 沙峻家族的一个足标 沙峻 生出来就是 闲着金钥匙出身的 他从小就这个有钱 大家看看沙峻 长得还是比较帅一点 旁边美女环绕 旁边美女环绕 她的生于1881年 尽管有钱 但是还是要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时候作战是一个 公民的荣誉 他的左脚自残 人家叫他 敲 敲 说到这个脚自残 因为我后面还会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师 吴达克 他的脚也不好 我后来就研究 为什么脚不好 都脚不好 其实当年打伤是很残酷的 打身体上 打脑袋上 基本爆小手 为什么 青梅树是1928年发明的 但没有抗生树的时候 很容易死 战争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能够缠一条脚 脚回来都算好的 那么在18年 他那个继承主业以后呢 也干了不少 肯定是那边的这种鸦片生意都是做的 好 后来印度发生民族独立了 他眼光还是很好 他就跑到了上海 到上海以后 和中国的那个当时 孔强熙啊 哇 宋子文啊 关系都很好 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也会找江湖 他48年的时候才离开 我看了个小段子啊 说 沙迅很会送礼物 他送女人什么礼物 大家猜猜看 是包包吗 那个年代 送什么礼物 最可怕 失望 他送起来一打一送 人家哪都激动都不行 这个小故事 当年因为很多元素啊 一阵一阵 当年的失望啊 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产品 好 接下来给大家讲 中国银行大楼 中国银行 在之前是大军银行 公和银行 又跑出公和银行 它是比较晚进攻的一栋楼 三七年 大家讲 三七年 开始抗战打破了 该楼已经这个事情没法干了 这个中间呢 而且这栋楼 你看 整个立面的形式 非常简化了 不是像原来那种反腐了 但是有了很多中国的元素 因为这个 甲方建筑师啊 当时的甲方建筑师也会搞设计 这个陆千兽啊 参与他们共同的设计 是把它很多的 你看 中间树像的 对吧 镂空的那种授字图案 顶上的那个斗拱 是吧 以前中国人用屋头做的斗拱 上面的那一块 用石头把他做起来 包括那个顶 是吧 非常中式化的 当年说 这个楼是用钢框架结构 等于话 我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钢框架结构 这个楼原来是说 34层 后来改成17层 那么有几个说法 一种说 杀讯不让他往上走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说法 抗战了 战争能力 不能再实际盖楼 国家就这点钱 还是要用在刀口上 跟日本人 搞 是吧 多造点 子弹 枪炮 我觉得是好几种元素 把它构成了 这个 所以整个楼下来 其实我在外滩现场看 真的如果这种方方的楼 做得太高 不是最好 这个天际线 太厉害了 所以历史造成了这样的攻击 也是挺好 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钢框架 我们自己家里做的房子 不会用钢框架 贵 而且呢 维护成本好 而且呢 怕凿 但是钢结构 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自动很轻 抗争又非常好 所以呢 普遍用在高层这里 所以我们看 经贸大楼 钢结构 都是抗争 高超高层 基本上不是钢结构 当年这些钢材 我们国家其实你知道 后来后期大链钢铁 缺的就是钢材 当年用那么多钢材 把大楼围起来 还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好 接下去 24号 横滨正经 一听就是 洋人的 这个日本人 但是是公和洋行 设计的唯一一栋 日本人的房子 在那边 外滩一共有三栋 也是新古典主 这个到这种形式 大家现在也熟悉了 但是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两点 第一个 自动楼里面 当年 乌达克在次办公 刚才讲了 那个 公和洋行 是吧 这个乌达克 在当年的设计界 非常之处 他在里面 干了有七年 现在是工商银行 大家可以进去的 这个工商银行 可以去存钱 大家可以有最后进去看看 这个就是他的现在的内景 你看这个阳台栏杆细细的下面 有个扑上 但这里面大家可以眼神好一点 可以看一下 能够看出什么来 现场这块是着脚的 然后直系眼睛看 像不像眼睛 鼻子 这一块呢 是 日本 武士的头像 中国人 肯定不能让他留在那里 把他找了 所以从这个事情 我想起另外一个 现在我们的环球 当年不是一个 现在算第二高 上海中心第一高 对不对 他原来搞了一个圆 他们从 单纯的 从技术的角度 这样也挺好看 没什么 其实我们很多政府领导 可能也没感觉这个事情 所以图章不停地给他摁 摁得差不多了 有人提出来 日本人 爱搞这种符号性的动作 不能让他搞 后来 最后两个图章 没给他摁 让他改过来 现在可以成为了帮的 其实从一个城市的景观来说 符号的意义 仔细想 还是确实有 好 26号 中国农业银行 把这个牌子 给大家看一下 公和银行 又看到了 这是七层楼 钢筋混凝度结构 但这栋楼 是整个外滩 那个为数不多的 美国人 美商的 银行 搞的一个楼 这栋楼 不能说在外滩 很特别知名 但是 他那个老板非常有名 他那个老板 是 美国住户副领事 又担任过 公布局的总统 非常有地位 有身份的一个人 他当时坚持 不能在外滩搞码头 最终可能有些 搞码头会很乱 影响警官 后来就是他 呼吁大家 不允许搞这个东西 所以起了一些 积极的作用 1920年 27号 一和洋行 大家观察一下 这栋楼 有什么不一样 建于1922年 现在是罗师傅公馆 是一个会所 里面可能存了一些酒 像个小俱乐部一样 大家能够看出 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段 两段三段 这段是80年代 中国人自己搞的 我觉得搞的还不错 是吧 那么楼 这栋楼啊 这个一和洋行啊 当年是非常有名的 叫洋行之王 中间有个故事 就是成立这家公司的 这个人啊 叫扎典 你看 他学历不是很高啊 他跟他大学的朋友 是吧 他认识了一个大学的朋友 一起创立的 他自己最早 在东印度公司啊 那是那个英国搞 那个东方贸易的话 东印度公司 里面 随传医生 后来的话 看看能搞钱 他就自己 成立公司 走私鸦片 后期你看走私了 有12条船来给他走私 当时走私都是到广州啊 虎门硝烟 对不对 都是在南方 贸易量非常大 第一次压 那个鸦片战争的时候 他就鼓动了 因为把他硝烟了 断了他财路嘛 他就鼓动 义员女王跟中国开战 但是他命也不好 当时打赢了 他自己也敲了 是吧 那么马蒂成 他的他的这个伙伴 就退休了 那么頤和洋行的 后期是他的子孙在宝 但是因为他进入比较早 他取得了这个外滩27号 他当年是整个外滩第一块 给他们搞出去的土地 但是这个頤和洋行啊 后来呢 他做船印啊 做保险啊 是吧 银行外购什么都干 干实业了 你看开降牛厂棉房厂 是吧 这些都是死业 那么 他的洋行大办都宣称啊 在中国任何地方 都有都有都有贸易活动 就有他们的那个 頤和洋行 很牛 说这种话很牛 台家一本公司很牛的 说这个话 有路就有分田车 对不对 好 接下去 28号 格力油产大楼 二年了 公和洋行的 现在是清算所 这个就大家看一下 不细讲 29号 光大银行的 对吧 他叫三段式的 巴洛克的这种 他法制背景啊 这是唯一一家 法国人在英国领事 那个英国租界搞的啊 他一些法式的这些 华士 东方惠里大楼啊 东方惠里 这家银行现在还有 在浦东路加嘴 有他的公司存在 29号后面就跳到33号 这个中间啊 大家到现场看 我那个 其实现在有个五星酒店在那边 但是整体地面 我觉得他说的挺好 那么外堂33号 我估计蛮多朋友会不注意 因为他整个楼啊 是掩映在围墙里面 一般人看不到 你要走到那个外边 渡桥边上 从门口进去 先看到一大片的那个大草地啊 英式的大草地 后面才能看到这种楼 楼其实很小啊 两层楼 你看而且这是整个外滩 我今天讲的建筑里面 最早的一栋 1872年 其他都是190几年开始 对不对 1872年 圆的楼 着火了 新建了一栋楼啊 他像那种劝囊形式都很漂亮 那么反过来 也看出来啊 英国人其实他这种政府啊 对这种大陆的投入啊 其实还比较小 不是像银行啊 搞得很大 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那个外滩度桥 已经走到那个桥边上 对吧 也是一栋洋行当年的大班啊 跟着跟着跟着美国人一起一起搞这个桥杨公司 他觉得收钱好收嘛 就开始修 修了以后开始收钱 最早是华人收一文 洋人收十五文 后来来公共租街就把洋人的钱一次性付了啊 那么对洋人不太收钱 后来啊 整栋楼啊 就坏了以后 那么就像当时的租建 他们自己的工部局建 建了以后啊 发了一万多辆银子 大家可以免费通行啊 叫外滩度桥 外滩度桥 大家可以看啊 1876年 但是当年那个名字只有啊 不是现在那个桥 当年是木桥 1907年的时候 才落成了这个钢桥 所以大家知道啊 这个结构的发展 其实跟技术的发展是密切有关的 当年有些时候你有钱也干不了 有钱也干不了 这个楼现在看的 2007年的时候是大修过一次 我觉得有些时候老外啊 哎 这本金还不错 他那家设计公司啊 发了一个发了一个发了一个 邮件给当时我们的那个那个那个政府 你说我们这个设计寿命一百年 这个到期了 不能用了 后来大修了一次 整个拖地厂里面 全部搞掉以后 从另一个 完全原样搞一个啊 但是这里呢 我给大家补充一点 大家看看这种形式 以前的楼 桥啊 这种形式用的比较多 它的好处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下面 因为有些时候要过水 水会高会低要过水 你把这个大量做得很高 会有影响也不美观 行驾驶 行驾驶 行驾驶的好处在哪里呢 它的力啊 哎 都是交叉的 从系杆上跑 啊 系杆上跑 现在上海也有 也有 特别明显的在哪里 很多楼和楼 老楼和新楼之间 有些时候就是 哦 这地面的这种汽车交通啊 楼一楼之间的这个交通 直接做成这种行驾驶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满多 那个六院 一个老楼新楼里面 我看就是用这种形式 行驾驶的钢结构把它连接 好 这里我给前面给大家 已经讲过了啊 盖了那么多楼啊 里面现在听到了两个 哎 火凝土结构 钢结构 是吧 哎 上海当年也是利用 这些技术比较多啊 1910年以后 火凝土结构就用了很多了 是吧 钢结构 第一栋刚才讲了啊 1917年是吧 外滩3号开始用 后来你看 汇丰 海关 国际饭店 是吧 这个上海大厦 中国银行 这些都是用这个钢结构啊 特别是20层以上 全都是钢结构啊 哎 我这里呢 特别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什么呢 就是市政基础设施啊 你盖那么多楼 是吧 你像现在盖楼 盖房子 要三空一平 西空一平 你没水 没电 没路 这万一都是 都是都是瞎动吧 所以 盖这些楼是有个基础条件 你看啊 西方工业革命 其实当年和上海 其实传过来很快 啊 1882年的时候 上海就开始有电 啊 有电话 是吧 有电灯 83年的时候 自来水厂 在杨树浦水厂供水的时候 它是7月20几号 开 讨了一个开悟仪式 李鸿章都过来 2002年 法租界也有水 污水管道也排了 然后你看 上海 上海总会的时候 09年 已经有冷冻冷藏设备啊 我们 我们上海人有冰箱 还挺晚的 80年代的 对吧 他们都是 冷冻设备都有啊 那个汇丰银行 空调 刚才讲了 当年全世界最先进的公寓 都在上海 还有 而且这些设施先进的公寓啊 可能跟我们现在 居住的条件 是稍微那么差一点 但是已经非常不错 但是很贵 老外的洋人 一般住这种公寓 中国人还是住时空门 一般讲 刚才讲了整个外滩 公和洋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物 乌达克 知道上海近代建筑 我觉得必须应该了解一下乌达克 因为乌达克在上海住了29年 他建了50来个项目 31个被评为上海 是优秀的历史建筑 不得了的 基本上靠他一人之力 而且他的国际饭店 大光明电影院等等啊 诺曼比公寓 非常知名啊 那个可能有些朋友看过 没有看过也可以去看一下 也是你看啊 奥匈帝国 但是奥匈帝国是战败了当年 打仗 被俘 受伤 但是他比刚才讲的公和洋行 约翰逊那个设计师啊 命苦多了 来了以后干嘛 先做会图员 对不对 从底层开始干起 但是他很聪明 很快就做成经理 合伙人 然后24年成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 1935年啊 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还开发了 达华公寓 是吧 屌师逆袭 算不算 他其实也不算屌师 他还是有文化的人 是吧 受了专业的教育 中间呢 咱是给补充一下 他找的太太家 很有钱 很有钱 帮他开 开设计事务所啊 开房地产公司 其实也起了 帮到相当大的作用 是吧 也很帅啊 国际饭店 特地给大家讲一下国际饭店 33年完工啊 22层 是吧 下面两层 一共24层 总高83.6米 将近有50年啊 是整个上海最高的建筑 老板 是几个银行 当年的银行是可以 可以自己发钞票的 当年的那个宣传照 那个顶上的建筑的 那个收上去的 这个简约的形式啊 也是art deck建筑风格啊 art deck建筑 这种层次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 你看 有变化 很有简洁 非常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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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也是乌达特 当年可能到美国去参观了美国 纽约啊 那个那个 那个建筑群以后 对他这个启迪吧 当年建造的一个倾向啊 打桩 房子盖的高 要基础牢 结实是吧 打了400多根桩啊 打到30多米 整个用钢结构的框架结构 而且他用的钢 是特殊钢 结实了很多钢材 因为我看了相关的 有看过相关的资料 他也很会为 这个这个这个甲方啊 叶主啊 省钱 对不对 所以人家人家叶主都喜欢他 你看用了钢筋混凝土的 拔形技术 因为当年一点点的 这些这些技术条件都成熟 拔形技术什么意思 大家给大家解释一下 下次大家都知道 就相当于上面是一块整板 你看这个桌子 边上你就当做它设备 上面是柱 你就相当于把整个桌子 搬倒过来 搁在地面 有个什么好处啊 整体性非常好 它层里面就大 层区比较均匀 国际饭店到目前为止 它的层区量非常小 那么从一个建筑设计的角度来说 说明这张建筑设计的很合理 不是说你单单做到外观好就行 因为有些大家能够看到是外观 但是往生里面去 经济性怎么样 安全性怎么样 使用的合理性怎么样 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事 这个当年的报纸啊 非常轰动 四张来掀采啊 对吧 那么当时的那个建筑师 对一名啊 也看了非常打动啊 现在还是我们上海的那个城市坐标系的原点啊 足以做说明啊 这栋楼在上海的地位 现在去我给大家讲的是武康大楼 武康大楼在淮海路啊 在淮海路那边 原来叫罗曼迪公寓啊 原来是法筑界的一块地方 上海的第一座外郎是建筑 大概今年下去的时候 前几个月 重新又修复过了 边上又竖起了老的那种红绿灯啊 相关的配景资料 把原来的方面的那个架空线全搞掉了 很漂亮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它是上海最早的现在高层公寓 我刚才讲了 高层公寓当年 华人是很少有住的气的 都是洋人在住 你看大家可以看 它整块地下一个三角形的啊 对吧 三角形 大家买房子 现在都喜欢买什么房子啊 板市房 对不对 就是南北通透啊 采光好 你看 但是它要利用它的面积嘛 把这个地方用足嘛 因为当时土地已经很贵了 所以它中间抠一下 是吧 充分利用了这个面积 而且整个房子啊 都是运走大楼有点像啊 这个楼楼楼 大家可以看看相关的一些节点摄像啊 你看顶上也做了一圈 最顶上也做了一个贯通的 那么给整个一个三段式的这种形式啊 非常突出 也非常优美 特别是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个是它的平面图啊 也像我们现在的房型图是吧 也是三十一厅啊 两十一厅啊 我看过几个人家 那个对现在这个楼的重新那个装饰的那个图案啊 我觉得还是做得非常 因为当时的建筑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有两个电梯是吧 侧面一个电梯 两个楼梯是吧 也是考虑了一些消防啊运输 当年还有单独的用人房啊 一般都是设置用人房啊 因为当年人工还是比较便宜 对洋人来说都喜欢 设置服务人员 这个场景很漂亮 但是啊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 再漂亮也不管用了啊 就得撤 对吧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洋人也得撤啊 或者抓起来啊 大楼都空置了 但是分动楼 后期呢 很多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啊 名流住在里面啊 照单啊 对吧 秦仪顺道理非常知名 是吧 这个房子其实大家有机会去看看 很多住在里面的 尽管设施老了 但是住在里面的老的一些住户 还是觉得很满意 楼层高 墙后 隔音好 再给大家介绍一栋乌达克设计的别墅 你们有没有听说 宫和洋上给人家设计别墅 没有 其实一般的知名建筑师 很少给别人设计别墅 第一 很难显出他的这种大腕的这种 因为尺度体量 是吧 放在这边 也没法挣钱 弄得不好 人家看多了 再伟大的伟人 天天住你边上 看多了 你也觉得不伟大 所以知名建筑师设计 住在很少 但是乌达克 在他后期 其实当年因为战争啊 方方面面的原因啊 那时候 已经 他的设计动物少了 但这栋楼非常知名 为什么呢 你看啊 他的这个形式啊 非常现代 你从现在的眼光去 比如说我现在找一个设计师 给我设计成这样子 你觉得也很正常 就是现在的东西 不是之前的东西 你看层层跌落的退台 很舒适 里面安了电梯 还装上弹簧地板 他这个吴文童啊 是当年的一个染料老板 很有名的染料老板 据他甚至说 当年上海滩 最有名的电影明星 都到他们家跳过舞 他们家的弹簧地板 做得很好 绿颜色的房子 人家一般都叫他绿房子 当时乌达克给业主保证说 再过五十年 超前一百年不落后 我觉得这个还是他做到的 说明乌达克的判断力 还是非常 最后给大家介绍两栋 乌达克的什么呢 一栋是他自己住的 翻译路他自己住的别墅 大家也就会可以去看看 现在是乌达克的一个纪念馆 他这后来是给一个 现在私企好像用了 但是他的底层还是对外开放 这栋楼达华公寓 他自己做开发商 做开发商大家都知道 不容易他做开发商 然后后期他把这个房子卖了 住到这个底层 最后呢 我还要给大家 可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石库门的旅用 今天既然讲那个 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 其实啊 刚才整个历史背景大家看了 随着1986年以后啊 洋人在上海设厂是吧 那么就人口又开始多了 之前为什么多打仗 后来是因为开厂 整个经济上去了 所以上海人人再多 所以最早的时候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啊 你看都是三开间 禁区天井是吧 然后大经两边两个相仿 后来后期你看啊 就变成了一开间两开间 随着人多 弄也加宽了 后期呢 一些设置开始好了 但是又变高了 跟上海其实盖房子一样啊 六层楼是吧 做成小高层 高层 正常的土地柜 一般住的呢 都是上海的本地的中产阶级 老外都是住公寓 刚才讲了啊 石库门这个理论啊 在整个1949年 你看存量 现在我们搞栋拆签盖新楼拆了不少 但是当年存了有 有20万栋啊 2000万平方米 占住在面积多少 百分 将近60% 比例非常高 所以这个石库门理用啊 就是老百姓自己住的建筑 当然这个中间也有优秀历史 保护建筑 哎 我给简要简介绍两个了 第一个 一大会子 楼其实很简单 现在修饰的很好 两层楼 全国重点保护 所以三不再高 是吧 有龙则灵 有先责民 是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 上海也是 也是 我们党的诞生地 好 哎 布高里 布高里是优秀保护建筑 上海的 我为什么讲一下布高里呢 第一 我现场也去看过 也没跟他们沟通过 另外 他是当年法筑界盖的还算不错的 现在保护啊 还是做的不错 他的门口进去啊 哎 有这个狼式的 这种狼式啊 这个在理论建筑里面不多 得法文啊 930年 石库门 石库门上的狮子啊 现身的岁月 那个这几张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 不是网上找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一户人家 多少个水表 多少个龙子 上海人可能熟悉 外地人不知道 但是上海人比较有腔调 自己用水 绝对不会拟人家的龙子 对吧 这张 这个年纪大的老人 在那边剪头 那天太阳不错 尽管是相对 现在还比较简陋的这种住宅 但是还是很祥和 很有人情味 对吧 你看 挂在上面的衣服 被子 挂在那个小小的那个绿石 这就是老百姓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 也可以使律师 广州建筑 这张照片是10月1号我在外滩拍的 那么今天上海的建筑 也是明天的历史 也可以是历史保护建筑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都是 二三四年代 上海九十年代 普通改革开放以来 创造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奇迹 又重新变成了 国际一线 顶级的城市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 我们谢谢黄老师 为我们精彩的演讲 然后大家有需要互动的 或者是课后需要跟老师 有太好的 可以课后来跟老师聊一下 然后今天的话 我们今天讲座就结束了 我们再感谢黄老师 也感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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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